字幕君 哈囉 各位飛池中衣術網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主播張青芝 今天 池中衣週報出演門囉 我們來到台中看美麗的彩虹 欸 奇怪囉 沒有雨過天晴怎麼會有彩虹呢 別擔心 待會我們就能看到台中這座最美麗的彩虹 走 來到台中 就想去逛夜市 吃彩虹餅 雞腳丼 還有大腸包小腸 那真的太遜 今天就跟著池中一週報 馬上帶大家去個現在正夯的好地方 Let's go 阿 阿 請問一下 這位先生 彩虹劍稱要怎麼去咧 喔 別擔心 找到往林東科技大學的公車站 看到滿滿的人群跟著上車就對了 公車大概坐個五十分鐘 在甘城六村就可以下車 就會看到大大的彩虹接三個字迎接你啦 各位觀眾朋友 今天我們來到的是 許多台灣人心目中最喜愛的彩虹 我們稱它叫做彩虹眷村 哇 彩虹眷村果然春如其名 漢野書籍呢 全部都被七彩的顏料填滿囉 雖然只是從小巷弄專網上發展出來的彩繪 但實在是一個豐富到看不完耶 每個地方都想要跟著民眾排隊拍照留念喔 現在呢 我們就來拜訪 創作出一整座彩虹眷村的人氣素人藝術家 彩虹爺黃永富先生 爺爺爺爺 為什麼會想在眷村裡畫畫啊 因為我年紀大 無聊 羅賓啊 80多歲了 天天睡就睡得不好啊 畫一個 畫一個又畫兩個 畫兩個又畫三個 就無聊啊 消磨時間 對不對 年紀這麼大 你年紀大了 你別接受了 會感慨 無聊又收收頭卡啦 做這個小事 收收地也是工作啊 畫一畫一個 消磨時間啊 這樣 爺爺爺爺被人看見我畫 畫到門口 去遊園過來 老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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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太太 嗯 哎呀 人家這裡畫了 是個個找我畫 這樣的 個個來找我 所以爺爺 你平常都用什麼時間開始畫 都是早上 早上 一大早 早上都沒有太陽啊 太陽曬難過啊 太陽是曬難過啊 我一看曬難過 我都怕 我怕曬太陽 一曬難過 我不要 我也不去 我不怕曬太陽 我就出去 我當大光也有了 哦 那爺爺 你的工具 就是畫畫的那個工具 現在有在家裡面嗎 在廚房啊 我不敢放在這裡啊 我們可以看嗎 現在不能看 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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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進嗎 進不了 進不去啊 進不了 你畫的東西都是你自己想出來的 想出來的啊 那有沒有東西我看 哪裡有 哪裡有 都沒有東西看 用想的 後來 有分割到時候 三個小姐一個人 背背 他來這個東西我吃吧 你畫一個 什麼東西跟我看 我畫什麼 有在你 我畫個美國小姐 有在美國也好 日本小姐也好 他不講中國小姐就好 日本小姐也好 美國小姐也好 我畫個日本小姐 欸 開始了 他就滿足我 這樣 滿足我 哎呦 大概好多啊 不錯 五分鐘 還講五分鐘 我想不想日本小姐 想 想 就這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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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日本小姐 出去要優秀 優秀 出去優秀 想 想 你把日本小姐 大概幾歲 我二十六歲 我二十六歲 二十六歲 想 差不多二十六歲 我二十六歲 我二十六歲 不過就是後來 你在街中畫這麼多圖案 然後有這麼多人喜歡你 我二十六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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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又害羞 又謙虛 雖然嘴巴上 說大家很奇怪 可是看到這麼多人 來看他和他的話 其實還是 心裡很開心 嘿 爺爺 說好的話句 每天的五點半 算是他的下班時間 加準備晚餐的時間 然後呢 今天就順道帶我們去廚房 看話句 哇 好不容易見到爺爺的秘密基地 看到一個沾滿顏料的小櫃子 爺爺很酷的跟我們講 這沒什麼好看的啦 這沒什麼好看的啦 爺爺說得好像真的沒錯耶 他用的東西都超簡單的 平常就拿四個紙碗 加入水泥漆 再加顏料 進去貨一貨 竟然就可以做出一個 這麼龐大 這麼繽紛的作品 真是太厲害了 至於爺爺用的畫筆 爺爺說他所有的筆 都放在那個抽屜裡面 這樣我們自己看就知道啦 爺爺就是這樣帥性又親切 真是太酷了 怪不得會有這麼多fans來看他 爺爺你真是太紅了 今天池中一周報參觀彩虹眷村 又和彩虹爺爺聊了一整天 真的是玩得意猶未盡 那在走之前呢 我們就來聽聽大家對彩虹眷村的感想吧 喜歡 因為之前就是在Facebook上面 大家就是有發一些訊息 那就是召集很多人來 那就是想說可以大家來保護這個地方 在現在這個時代很難得 會有這樣子的人文的地方在 那我希望說政府能夠重視這一塊 顏色很豐富啊 那就是很有童趣這樣子啊 感覺同心為民的感覺 有這樣一個東西的一個作品出來 就是很不簡單啊 那其實這邊應該以後可能應該是做 可能改建大樓嘛 那其實這個地方可以保留下來 當作公園或什麼規劃的一部分 把它保留下來 其實都是可以討論的 喜歡 很可惜啊 政府沒有好好規劃 這個附近 對啊 我覺得這邊還蠻有發展前例的 有點算是文化遺址的感覺 做的有點像是 就是讓眷村再添一些更新的色彩這樣子 台灣政府加油好嗎 看完了彩虹眷村的介紹 您是不是也想要親自造訪彩虹眷村呢 而非時鐘藝術網即將在10月9號 辦理彩虹眷村的導覽活動 歡迎有興趣的朋友 上非時鐘藝術網站上查詢 謝謝大家收看 我是主播張欣之 我們下週再會 拜拜